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相亲大家好 我是千锋公共电视台医疗台台长陈慧婷 有些朋友 問 什麼是自閉症 引誤說autism 這個我也是不很了解 所以我想來請教林中益醫師 林中益醫師 請你跟我們鄉親講一下 什麼是自閉症 各位鄉親好 陳台長好 自閉症事實上呢 是不管哪一個族群都有這個發生的 以前自閉症大家認為說 可能是比較經濟狀況好的家庭 或者是說母親年齡比較大 就是說生產的年齡比較大 或者是母親比較好像 比較跟小孩子沒有親近 所以他小孩子變成自閉症 這些都是不正確的 自閉症是不管哪一個族群 不管哪一個收入或者教育程度 都會得自閉症的小孩有可能 那自閉症當然也許在比較高收入的家庭 或者教育程度比較高的家庭比較容易得 一般來講自閉症是非常平常的毛病 差不多一千人左右 這是大概一千人左右的 一千個小孩左右就有一個 那自閉症最主要的症狀就是顧名思義 就是跟外界溝通上的困難 就是小孩子他只有玩自己的 自己躲在旁邊玩 跟兄弟姐妹跟外面的人沒有辦法溝通 那第二個特殊的或者是很特別的症狀 就是說他語言上的障礙 因為他們都會有溝通上的困難 所以他語言講出來的話 你可能都聽不懂 或者他語言的發展或者進步 跟小孩子跟其他的小孩子不一樣 那第三種 第三種情形特殊的症狀在自閉症 就是自閉症的小孩有一些特殊的動作 譬如說他們可能對某一些形狀 或者是他對自己身體某一個部分 有特別的繼續性的動作 譬如說他會自己搖頭 或者是自己就會打手或者打頭 或者是會出一種特別怪的聲音 那就一直不停地做 他如果對某一種光或者顏色 或者某一種形狀有興趣 他會不停地做 那這三種特殊的形狀 就是差不多是包括少有自閉症的症狀 那自閉症大部分都是在小孩子 差不多一歲以後 那一歲以前呢 他小孩子發育都是很正常的 很多自閉症的小孩都是發育都很正常 可是到了開始講話的時候 他們就講話就是開始講出來不一樣 或者跟其他小孩子在接觸 或者家的人接觸的時候 他就不跟人家溝通 很多小孩子的自閉症的症狀呢 就是沒有很早的診斷 因為我們有時候小孩子去看小兒科醫生 他說我小孩兩歲了還不講話 不講話或者是好像不一樣 那一般來講我們都 小兒科醫生可能會說 可能是這小孩子比較慢發育 或者是比較慢講話 當然就是我們從好的方面來想 可是這些病人就應該去找專科醫生去衰減 看看是不是符合診斷自閉症的診斷 還有有一些其他的先天性的 就是基因上的異常 也會看起來像自閉症的情形 那有一些自閉症的病人 有一些比較高 就是說高的方式 就是他們只是很輕微的症狀的 也有很嚴重的症狀 那自閉症的病人比較高一點的症狀 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一些自閉症的病人 叫Aisberger syndrome 就是Aisberger症狀 那這些病人呢 他可能IQ都很高 譬如說我們看很多電影 這些病人都會是很好的音樂家 或者是很好的數學家 或者是很好的電腦專家 因為他們的腦筋是有時候比平常的小孩子還聰明 那比較低一點的 或者比較嚴重性的自閉症的病人呢 他們可能就變成說會肉質 他們的IQ都差不多五十六十 比平常的第一半 還有有一些病人就會有抽筋 就變成陽顛峰的症狀 所以自閉症的症狀呢 是等於說從最壞的可以到稍微高一點的 那當然最重要的診斷就是說 他沒有跟 這語言的發 就是發展受到影響 跟外面的 父母 家長 不是父母 兄弟姐妹 還有同學 朋友的溝通上 有一個很大的困難 那這些病人呢 如果早一點 早一點診斷出來 早一點治療 可能會幫忙 非常大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父母要有很大的耐心 你這種小孩子不是普通的小孩子 我以前聽說 你打什麼小兒的育苗 會引起這個 這個是正還是錯 對 以前有很多的 想說很多的理論 就是說為什麼這些小孩子 會得自閉症 我剛剛提過了 就是說可能家庭收入比較高 教育比較高 媽媽好像對小孩子比較冷淡 沒有那個母愛 還有呢 有人說小孩子就生出來比較小 就是體重比較少或者什麼 還有呢 很多人就認為說是 因為打小孩打預防針 因為預防針裡面呢 最早預防針裡面 它都有一種 包括那個拱 裡面的那種防腐劑 那認為說這可能是這個 拱的中毒 或者是打預防針引起的 可是到後來 他們做了很多很多的 就是說流行病 學上的檢查 或者去研究 認為說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很多人沒有打這個 他還是會有得這個 自閉症的情形 而且他們這些研究呢 包括自閉症的兄弟姐妹 因為大部分自閉症 有一些自閉症 是有一點點遺傳上的情形 就是說我們常常看到 兄弟姐妹都有自閉症的情形 我在臨床上也看到很多 有自閉症的小孩 他有第二個兄弟姐妹 或者有時候一家裡 有好幾個自閉症 所以他們去衰減這些 打預防針的情形 發現這個跟自閉症的病因 完全沒有關係 那這個你如果用CT scan 照他的brain會發到什麼 是不一樣 是不一樣 他CT是不是說看得出來 不過MRI就是 磁工症掃描 還有那個Pet scan 他是看出來自閉症的小孩 他腦的那個構造是跟 不是自閉症的小孩 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要什麼樣的專科醫師 在判斷這個 一般他們是要做自閉症的檢查 當然有一些專門的醫生 譬如說要受過訓練的 他們有一些小腦科醫生 還有精神科醫生 還有腦科醫生 小腦科醫生 還有他們有專門 對這個自閉症有研究的 醫學中心 大部分自閉症的小孩要 如果要衰減的話 有一些專門的地方可以去 得到診斷還有諮詢的 所以如果懷疑有這個症狀的話 要送到大概大的教學醫院 我想是最好 剛剛開始 你如果對這個診斷 還有一點點懷疑 我想去大的醫學中心 可能會得到比較好的照顧 還有他的診斷 聽說如果兩歲 你發現可能有自閉症 然後就可以治療 這治療是吃藥 還是某種 自閉症的治療 主要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行為的治療 就是行為式的治療 就兩個主要是 一個叫Behavioral Therapy 就行為式的治療 第一個就是說 他 譬如說他做什麼事情 說我們認為是對的 給他鼓勵 如果是不對的 就叫他不要做 就是Discourage 就是一種行為式的治療 譬如說他打頭 是不違的 我們就不讓給他打頭 就是給他Discourage 那他如果做對了 講一句對的話 我們就給他鼓勵 就是從小的時候 很小 兩歲 開始就開始 有這種給他一種矯正 行為矯正的治療 那另外一個 一般常常做的 就是給他發展 他對什麼東西有特別強的 我剛剛提到 自閉症的小孩子 不是說什麼都不行 他可能有一些地方 他特別強項的 比如說他對音樂 對什麼 或者做什麼東西 做得很好 就是能夠從那邊跟他 好像說加強 或者給他鼓勵 主要是這兩種 那當然有一些藥物 給治療自閉症的 主要是控制他的行為 譬如說有一些 自閉症的病人 他是非常好動 他等於沒有辦法停 等於跑來跑去 跳來跳去 那這種好動 或者是有一些自閉症 我剛剛提到 有抽筋 他會引起洋電風 那這些就是可以 用藥物來控制 謝謝 各位相信 透過本台 我們大家對自閉症 有一個很好的了解 所以如果你有親戚朋友 有這種現象的話 可能兩歲就開始要注意 開始要治療 提早治療 那不要因為說 自閉症的關係 怕這個 所以就不去打疫苗針 所以打疫苗針 還是要繼續打 對不對 好 謝謝你的收看